也有把它放到云座 所以这边只有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Auto Filter 跟Copy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其实就很够用了 筛选完之后 再复制到你要的位置去 哇,真是精简 真的就 我想应该 如果抓到要铃的话 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那坊间的书籍 我看有一些书籍甚至用录制聚集的 光录制筛选 哇,就可以录制好几页 都在录制聚集 把那个录制聚集直接就放在那个书里面 想说重点就是那一行 你为什么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放上去 是这样可以多几页 看起来书比较厚一点 我是觉得 关键的地方就是 而且有些书籍前面会加一些参数 什么Fill的冒号 要等于 那个其实可以不用加没关系 那什么时候需要加 其实 如果你要加的原因是因为 你那个 你给的参数的顺序 不是按照他给的这一二三 不是他第一个参数一定要是Fill 如果你那个第一个参数 不是放那个Fill的话 那你就要加那个参数名称 OK,没有 你会发现我们按那个AutoFill的空一格 他会先出几字 他意思是说你要先给我这一个 逗点之后再给我另外一个 那如果你是按照他的顺序的话 就不用加他的那个参数名称 但是如果不是 比如说第一个我不要 第二个我也不要 我只要后面可能后面那一个 后面那个参数可能名称在比较后 那你就是直接就是加那个名称 冒号等于 后面就是加你要给的参数 OK,冒号等于前面就是参数 参数的名称 后面就是要给的参数是什么 我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OK,因为其实之前有同学问过 OK,其实我发现坊间的书籍好像也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去做说明 我主要是跟各位讲说 反正我们实际上操作会遇到的问题 我都会尽量的帮各位解释清楚 有的时候这些好像也没有特别有什么地方让你知道 可是问题这些一直出现啊,为什么有些书有,有些书没有 有的人有打,有的人没打,那到底要不要打 OK,一直都没有答案 那我就跟各位讲,如果你按照顺序可以不用加 但是如果你不是按照顺序那就一定要加 像刚刚我们好像还有写一个什么,apt 等于,冒号等于有没有 那这个就一定要加,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个是before 第二个才是apt 所以我现在怎么,我不是按照他顺序 我是要直接跳到after 所以我一定要after冒号等于 如果你不加的话,他就会放在before OK,这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可能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 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 把这个加上什么呢?回圈 那怎么样加回圈呢?其实很简单 一,请你把什么呢?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刚刚批示新增工作表 这一段程式,刚才复制一下 复制到哪里呢?复制到分割工作表筛选的上面 再来的话呢,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再来我看,干脆先把它删掉了 这边都删光光,留下第一个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一段是新增 这一段是筛选,把它合并在一起 特别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合并,请你在哪里呢?一定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对不对? 之后再来怎么样?筛选,call过来 所以特别之后,位置就是一定是在哪里? 重新命名的下面 所以这两行把它搬到name的下方 然后记得按一个tape键,让它下一阶 也就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筛选,call过来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将来 你如果现在都一般,那变call过来一般 第二班也call过来,还是一般 三班call过来,还是一般 那不对,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什么? 拿这边,因为我们的清单在哪里? 清单在这一般 第一次抓一般,第二次抓二般,第三次抓三般 这个资料的话基本上就是放在哪里?放在这里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把这个一般有没有? 这个字串删掉之后 拿什么呢?拿上面这个 把它复制过来 这样子 基本上应该乘四就大功告成 OK,应该可以知道我改了什么吧 其实我也没改什么 就只是把那两行放到我们的回圈叙述里面 所以城市真的不多 它其实就做四件事情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筛选完call过来 然后一般,一般,二般,三般就OK 所以回去我跟大家讲 这个范例,你在很多工作上面都可以拿来用 哪边有 太多了吧 你身边随便都买有这些资料 那你就每天多练习个纸便 我跟你讲,其实没几行字 但它效用非常大 而且后面还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变化 像Auto Filter 里面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 看你要查什么吧 像同学要做查询系统 其实就是用Auto Filter就够了 至于要怎么变化 后面我们再谈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这个结果会不会是我们要的 如果你不确定按F8 先新增嘛 然后再重新命名 然后再筛选 可是筛选这边看不到 不过我是建议你可以不用做 不过如果你怕不对的话 你可以切过来 看这边一般 是的话请问一定要再把它切回来 因为如果里面切回来的话 你程式Round的这一行会错 因为你切过去 变成Range A1是在那边 你扣到自己那边去 那不是错 所以这个一定要再切回来 扣过来看一般是OK 一般OK了 NAS 换二班 二班 然后再筛选 扣二班过来 二班过来 然后再来三班 这个筛选扣三班过来 然后游标再切回去 slate 这样的话基本上 一班 二班 二班 三班 就有了 OK 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所以完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最后的话 当然 其实我还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说 今天如果时间来不及回去可以认 如果我希望 反正一般工作需求不外乎就是分割 不外乎就合并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新增一个工作表放在最后面 然后再把一二三班 分别再把他们的资料call过来 call过来的话可能先call上面的栏位名称 再分别call什么 他们个别的底下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 就可以再帮我把它call到这边 这个工作表 这边就是一二三班的所有资料 要怎么做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其实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在哪里 底下这边 合并工作表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 程式也不多 这一行是把一般上面的A1到E1 意思是说上面那一个 那一个栏位名称call过来 call过来之后 再去计算他向下追踪到的那个范围 并且call过来 有没有一班 二班 三班 又全部合并完成 所以以后如果你可以搞定这个分分合合 那基本上以后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用土法链钢了 有没有 方便许多 但是程式真的不多 可是我发现 坊间书籍真的没有讲的很简单 光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他可以讲好几个章节 还可以讲的 为什么可以讲这么多 我现在是想不透 很多东西说真的可以跳过跳过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 能抄的能放的全部都放上去了 但问题他没有告诉你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今天讲的应该是最惊讶的 就这么几行而已 只要你放对地方 马上就发挥效用了 刚刚合并工作表因为时间的关机 我又把它放在我的云端上面 你们大概最好是自己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 如果写的跟我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最好是你可以写的比我还更简单 OK 他可以告诉我 老师我觉得你这地方可以在什么样写更好 没关系我可以接受 OK 我是非常能够接受大家给我的指教的 因为有些地方 我也不是说我什么都已经是 当然人总是会有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点 对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习惯是反正程式简单就好了 我不会去抓牛角间 干嘛为了擦一行程式在那边弄半天 不用了反正就简单就好了 OK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今天主要重点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做快速的分割在不同工作表里面 OK 方法很多 所以有些地方太复杂了 我刚刚讲过就是你如果用前面有些方法 或许你可以换个用筛选的方法 把它做取代 然后也可以把它做合并 可以分也可以合 所以后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解决什么 资料的分分合合 OK 你需要什么资料就变出什么资料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再试个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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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